无人商店推第三方支付 他专卖冲动性商品 我们可以给你实体店面 没办法给你的隐私 又能给你网路商店 没办法给你的机制性 那我就从这中间 扎出一条中路 到底是什么样的无人商店 老板自己说起来 还这么害羞呢 原来是所谓的冲动性商品啦 市面上合法的保险套 统统都有 要跳带有跳带 要飞机杯当然也有 选择以无人商店的形式 贩售情绪用笔 王龙德认为台湾人另想害羞 无人商店能给消费者 自在的购空间 因为第三方支付 你不用带信用卡 不用带卡片 实际上不用带一些 奇怪怪的东西 我只要带一只手机 Live Pay或者接口支付 扫描一下就付款了 金额马上进来 甚至它可以及时回馈 调定商品 开启信用卡 或手机调码 几个按钮轻轻松松就完成付款 选购保险套与情绪用品 也能轻松自赛 普通的消费者只要看到 你是情绪用品店 或者是你是保险套店 它会自然而然地尴尬 害羞或者是排挙 内向的人啊 他去那个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看到店员在旁边很紧张 所以想说无人商店 就不会有这种紧张感 老板肖称他是夜间商机 超过八成客户 都是晚上八点才来消费 地产中心台湾报道 苹果欢庆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券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